Hello 各位好 阿卜主又来了 今天我应网友之邀来吃斯帕姆罐头 所谓的斯帕姆罐头 其实就是午餐肉罐头 咱们常说的午餐肉罐头 而这种罐头和世界各地的军粮都有着很大的联系 最早它是在美军所采购 在二战中大放一采的一种军用肉罐头 所谓的肉罐头 说起斯帕姆 很多军迷或者是很多不是军迷的人都很熟悉 美军的午餐肉罐头 这东西其实最早并不是军粮 它最早还是从美国的大萧条时期说起 当时在1932年 美国明尼苏达州奥斯丁市 有一个叫做荷美尔食品公司 当时他们发明了一种午餐肉罐头 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一种这种肉类的罐头 用来在大萧条时期进行销售 这种罐头就是这种T型的包装 应该说是应该是类似于这种类型的包装 类似于T型罐头的包装 类似于过去那种咸牛肉罐头的包装 然后配料包括这个火腿 猪肉 然后糖 盐 水 马铃粉 淀粉 然后还有加入这个亚硝酸盐 让它保持一种粉红的颜色 看起来像是一种肉类 然后这种东西 本来是这种东西是因为是加入很多淀粉 和那种杂碎 很便宜 想卖一笔钱 结果后来发现最早起名叫做 荷美尔五香火腿这种罐头 但是没人买 后来就是当时他那个荷美尔公司的总裁 他的哥哥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做什么猪尖肉加火腿 简称就是斯帕姆 就卖出去 结果是没想到大受欢迎 因为这东西便宜又是肉罐头 所以说在美国大萧萧时期 当时人都很穷 这东西的话吃下去 很便宜 吃进去之后又像是肉 所以说很受欢迎 就卖开了 当时算是一种很畅销的肉类罐头 而真正二战时期 美军又要供应整个盟军的后勤 而且他要是大型扩军 应该知道二战之前 美军总共就没几万人 二战之后迅速扩充 二战之后已经扩充到60多万人的规模 二战之前已经扩充到60多万人的规模 所以说他要提供一举火石 就把斯帕姆罐头选择 加入到美军火石名单里 到1941到1945年 整个二战期间 美军广采购斯帕姆罐头 就花了3.73亿美元 应该知道那时候美金还是很值钱的 这种罐头里边 几乎不含有任何维生素和矿物质 而且的话对健康很不好 但是这玩意总归是肉罐头 在美军的分裂里是肉罐头 可以提供足够的热量给士兵吃 而且吃到嘴里也是肉的味道 也据说是肉的味道 应该这么说 而且的话最重要一点 应该大家知道 在美军的火石供应里边 甚至说世界各国的军队火石供应里边 罐头肉是可以替代鲜肉的 罐头肉是可以替代鲜肉的 这种斯帕姆罐头 虽说肉类成分并不是很多 但依然在分类上属于罐头肉 所以说它可以直接作为肉类成分 发给士兵吃 比方说二战时候 它提供给英军 英国人每天每个士兵 能够吃到四分之一磅的鲜肉 或者是腌肉 或者是肉罐头 这东西给他一罐斯帕姆 这都解决了 美军也是这样 早晨起来煎斯帕姆 中午炒斯帕姆 下午顿斯帕姆 吃的美军怨声载道 号称把斯帕姆叫做什么 叫做下水肉 神秘肉 不是肉 最广泛的管它叫做零肉 反正是十分痛恨这东西 但是它在其他的同盟国里边 却极受欢迎 据说有一个小段子 据说当时斯帕姆提供给英国人 美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 有两个英国军官 路过美军军营 就看到有俩美军士兵 在边吃斯帕姆 边抱怨 这斯帕姆太难吃了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出现呢 然后这俩英国人就把他那斯帕姆拿下来 扔到地上 沾了沾地上的沙子 拿起来把它吃下去 以此来讽刺美军娇生惯养 而这东西在中国也是很受渊源的 比方说咱们中国很有名的罐头 比如说梅林 梅林午餐肉 就是和斯帕姆贯头一样 梅林当时 不应该说梅林之前 斯帕姆在193几年 就已经进入到中国了 最早是在上海 我记得最早有一个节目 就是上海的老上海的老人 演示上海风味的西餐 西式早餐 就是两块面包 然后是加点煎好的斯帕姆 煎好的午餐肉 而且的话 最明显的 咱们离咱们最近 印象最大的就是韩国 韩国被美军占领之后 特别是朝鲜战争时期 韩国人没吃的 就从中美军军力要吃个饭 其中就有斯帕姆罐头 结果韩国人毫不犹豫的 抛弃了吃了几十年的寿司 然后把斯帕姆奉为美食 还创造了一种食品 叫做部队锅 说白了就是 方便面放辣酱 加两片斯帕姆和奶酪 好了 今天我说的很多 我现在来吃一吃这个斯帕姆 到底是个什么口味 首先我手里有两罐 一罐是原味的 一罐是清淡口味的 我们先吃经典原味 它现在还是这种包装 只不过现在都是一种拉环包装的 很方便 咱把它拉开 这个样子 很经典的午餐肉的粉红色 看着不像是肉的颜色 咱们还用刀 切开它 其实吃这个斯帕姆最多的呀 并不是那个美国人 现代社会中吃斯帕姆最多的 是这个太平洋小岛上的人 比方说关岛啊 马里亚那群岛啊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那是那个美军在太平上 太平洋上和日军熬战最多的地方 他们的饮食啊 受这个美国人的这个影响很多啊 当时美军会给他们发那个斯帕姆这种肉罐头 所以说他们没吃过啊 这么好吃啊 就传下来了 所以说他们最多的 据说当时太平洋小岛这帮太平洋岛国这些岛民们 现在最多一年一个人平均都吃到16罐斯帕姆罐头 来咱们先尝尝吧 看这个外形和咱们那个乳酸药差不多呀 看看 是吧 也都是这个样子 不过看起来肉类成分应该是比较多的 这种粉红的颜色 怎么说呢 我吃的稍微有点咸 软软的就是那种午餐肉的口感 但是我觉得它那个肉和那个油 比咱们国内的午餐肉要大 应该是 油比咱们国内的午餐肉要大 而且很咸 咱们再尝尝那个清淡口味的 是什么样 我感觉真的很咸 这是清淡味的 尝尝它这个清淡味的会不会好一点 看这个真的是感觉比咱们国内的午餐肉油性要大 但是吃的比咱国内午餐肉 怎么说呢 可能放的肉比较多吧 没那么散 清淡味的更合我的口味 没那么咸了 吃起来吧 和一般的午餐肉差不多 但是油更大 油气足 咱们再把它加热一下 那个 据说太平洋岛国 比方说斐基人 吃这个斯帕姆 他们会把它盖上厚厚的一层奶酪 加热之后盖在饭上吃 我来试试啊 哈喽啊 看这个 这是我已经加热过的啊 我这个往上边 这个斯帕姆这个午餐肉 然后往上盖上那个马苏里拉奶酪 还有是那个奶酪切片 咱们来尝一尝吧 我底下拌的是这个什么螺旋面啊 咱们看看 它这个 哎呀 据说是 南太平洋 太平洋岛国地区 西太平岛国地区啊 最喜欢的这种 斯帕姆的吃法 哇 这个拉丝实在是让人受不了 这算是菊饭吗 菊饭但是又没有酱 来 咱们尝一尝啊 嗯 哦 我算是 知道为什么 菊饭 那个地方号称是 世界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和高血压 患病人口最多的国家了 这个卡路里 要不天天这么吃 谁受得了啊 这斯帕姆 加热之后味道还是蛮不错的啊 我放的是这个原味的斯帕姆 单吃比较咸 但是配上这个螺旋面 是哎 味道还是不错的 正好说的是一个中和 来 再来一口 嗯 这东西绝对是 卡路里超标啊 真爱生命远离斯帕姆啊 少吃这东西 有量太高了 不过这种吃法真的是 非常爽啊 来 再来一口 奶酪爱好者 这是奶酪爱好者的福音 这个奶酪真的和斯帕姆非常配 嗯 也没下去了 太黏 这种吃法啊 非常配 推荐你尝尝 不过 不建议你多吃 这东西 热量实在是太高了 啊 好了 我就慢慢的哎呀 享受完 这一餐高热量的东西 然后去运动 咱们就吃到这 这个 说实话 呃 这种斯帕姆 如果你单独吃一回 哎 确实是一个挺新鲜的体验 不过不建议多吃 而且我知道为什么 这个美军管家丸叫零肉了 这东西来吃起来很香 但是一股子那个 香精的味道 啊 而且没有肉的那种口感 软软的都是那种肉糜 嗯 和咱们那个午餐肉差不多 和咱们午餐肉 唯一的不同就是 它比咱的午餐肉更咸 好了 今天我们都吃到这 都打交好胃口 拜拜